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陪婆婆一会儿 我们像是母女一般聊天 我问婆婆 妈 我收了房子 却不和赵行复婚 你不会怪我吧 婆婆拉着我的手说 刚开始 我是有点失望的 我私心里 还是希望你能当我儿媳妇 也希望多多有个健全的家 但是我也知道 之前赵行这个混蛋 伤透了你的心 你怎么选 我都不怪你 何况 房子本来就是留给朵朵的 我也想通了 谁知道 我还能活几年 只要你能像这样 经常来看看我 我就知足了 婆婆一番话 听得我眼泪汪汪的 说起来 我和婆婆 也算是少有的奇迹 在我离婚之后 我们的关系 反而比之前更好 婆婆也更加依赖我 当年嫁给赵行 我爸妈其实不同意 我家在市里 爸妈都有稳定的工作 我自己大学毕业后 也建了一家不错的单位 从小到大 我家的条件 也算是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了 可以说 我是无忧无虑长大的 爸妈自然希望 我能找个门当户对的家庭嫁了 可是 他们安排的那些相亲对象 我都不喜欢 直到有一次 高中同学请吃饭 他带来了自己的初中同学 那个同学就是赵行 赵行长得高高大大的 能说会道 那次聚会 我对他印象深刻 没想到他也对我有益 问同学要我的联系方式 在他的主动下 我们的联系多了起来 赵行只要不出差 有事没事就会约我 三个月后 他向我表白 我本来也对他有益 就这样 我们走到了一起 只是 我爸妈得知后 怎么都不同意 他们越是不同意 我和赵行的感情反而越好 恋爱八个月后 我没和爸妈打招呼 就先斩后奏和赵行领了结婚证 我爸知道后 气得差点晕倒 我妈一个字的抹眼泪 我一个字的说 让他们相信我 我会过得幸福的 让我没想到的是 赵行的爸妈 我的公婆 在得知我们两个私自领政后 会亲自拉着赵行 带着一大堆礼物 来我家道歉 两个老人的表现 让我爸妈心里的芥蒂 少了一些 因为 我爸妈觉得 我公婆 还是比较明事理的 除了道歉 公婆过来 也是想和我爸妈 商量我们的婚期 公婆挺朴实 他们主动和我爸妈交了底 说他们手里 一共存了二十万 给我们彩礼六万 十二万 用来支援我们买房 剩下的两万 留着我们办婚礼用 公婆都这样说了 加上我们又领了证 我爸妈 也不好再说什么 自然是同意了 爸妈 没要我的彩礼 他们给了我一张 十八万的卡 让我拿去 和赵行 一起买房 房子有了 办完婚礼 我和赵行 安心地过起了 自己的小日子 我不求大富大贵 只求眼前的岁月静好 只是 我刚怀孕不久 赵行就同我商量 他不想一辈子 就待在这座小城市 他大学同学 邀请他去省城创业 他想出去闯闯 万一能闯出一番名堂 以后 我们就搬家去省城 我想了想 男人也不能没事业 所以 支持他去省城 从省城回家开车 得四个多小时 高铁也要一个半小时 赵行刚过去创业 我们两周见一次面 因为我怀着孕 都是他回来看我 到我怀孕七个多月的时候 婆婆从老家过来照顾我 尽管我表示 我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 婆婆还是不放心 生完孩子 婆婆一直也没回去 帮我带孩子 因为我爸妈都还没有退休 公公每周末都会从村里坐车过来 给我们送点新鲜蔬菜 还有鸡蛋 婆婆在 把孩子照顾得好好的 家里收拾得干净整齐 有他在 我真的很放心 也很省心 我们之间也没啥矛盾 因为育儿的事 婆婆还挺通透 说他啥也不懂 都听我的 哪怕我给孩子报很贵的早教课 婆婆心疼钱 但是也支持 说我们年轻的新想法 他是跟不上了 他这点挺好的 所以我很喜欢他 最重要的是 婆婆性情温和 不像是我亲妈 脾气暴躁 一言不合 我们就开吵 应该说 婆婆满足了我对妈妈所有的期待 本来我以为我顾好家 照行好好打拼 我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只是没想到 女儿快两岁的时候 那天我去省城出差 想给她一个惊喜 晚上九点杀去她的住处 结果没想到 她却给了我一个惊吓 对 就是电视剧里那种俗套的剧情 到了之后 我用手里的钥匙开了门 却看到照行 搂着一个陌生的女人 两人都穿着睡衣 坐在沙发上 你浓我浓的 他们看到突然进来的我很吃惊 我反应过来 气得浑身发抖 去撕吗 最终我没有 我选择开门退出去 我刚走到小区门口 赵行就追了出来 让我听他解释 好吧 我想听听他怎么解释 赵行说 他一个人在省城很寂寞 那个女人之前和他住对门 他老公常年在深圳打工 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就在一起了 已经一年多了 我说 赵行 你对得起我吗 我辛苦在家带孩子 上班 你呢 你都做了些什么 赵行说 对不起 我说 对不起有用吗 咱们离婚吧 当天晚上 我随便找了一家宾馆住 一个人想了很多 这两年 虽然有婆婆帮忙 但是 我也很难 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 整夜都不能睡 甚至半夜三更 带孩子去看急诊 各种滋味 养过孩子的都懂 为了不让赵行担心家里 很多时候 我都自己扛着 他呢 做了什么 怪不得 这一年 他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原来是有了新欢 当初 爱的誓言又在 只是 人心一变 我回去之后 告诉婆婆 我要离婚 婆婆哭着问我 为什么 是不是赵行 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我把自己看到的 告诉婆婆 当即 婆婆打电话 让赵行回来 让公公也过来 得知赵行的所作所为 公公毫不犹豫地 扇了他一耳光 说他糊涂至极 婆婆哭着让赵行 给我保证 要和那个女人断了 回来 好好和我过日子 赵行不肯 但他 也不愿意和我离婚 一时间 我们陷入僵局 让我没想到的是 一个周末 婆婆说 他回老家 去看公公 没想到 他背着我 自己跑去省城 在赵行二姨的帮助下 找到了赵行 和那个女人住的地方 婆婆看到那个小三 可没有客气 上去就扇了他两耳光 要不是赵行 要不是赵行死死拉着他 估计他还得打 这些都是后来赵行的二姨告诉我的 只是我想得很明白 赵行心都不在这个家了 强扭得瓜不甜 何必呢 我爸妈觉得 我要是不开心 离婚 他们是支持的 最后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 我和赵行 还是离了 离婚的时候 女儿还不到三岁 房子自然是留给我 赵行的创业 折腾了几年 他也没赚到钱 所以 我们没有共同存款可分 离婚后 婆婆同我商量 孩子还没上幼儿园 她继续帮我带着 反正 她只认我这个儿媳妇 我心里很感动 也对她更好 尽管离婚了 我还是叫婆婆妈 一来是习惯 二来 是我想得清楚 这几年 和婆婆积累的情分 我是真的把她当妈 就算 我不做她儿媳妇 还是可以当她的女儿的 自然 我还是叫公公爸 这个善良的男人 他对我们的好 我都知道 本来以为 我们可以一辈子这么好 没想到 我离婚半年后 女儿刚上幼儿园 公公突发脑衣血去世 那个周六的早上 我们一直在家里 等公公来 换季了 我还想着 她来了 我带她和婆婆一起 去买几套衣服 没想到 等到快十一点 公公还没来 打电话 也没人接 要知道 平时 公公进城 都是坐最早的那班车 一般都是八点左右 就能到我家 婆婆坐立不安 她打电话 让邻居去看看 公公到底出门没有 却发现 公公倒在院子里 公公走后 婆婆悲痛欲绝 很长一段时间 她身体都不好 本来 女儿适应幼儿园的生活后 婆婆想一个人在乡下住 我说 她身体都那样了 我不放心 所以 一直让她留在城里 偶尔 照行回来看她 婆婆对她 还是爱理不理的 说她没她这样的儿子 因为有婆婆的帮忙 我工作 也做得越来越好 还升了职 升职那天 我特意在城里 最好的酒店 请婆婆吃饭 感谢她 我知道 很多婆婆 在儿子媳妇离婚后 和媳妇 形同陌路 但是 婆婆 却给我了很多帮助 和温暖 我也打定主意 以后 给她养老送终 照行 后来还是娶了那个女人 只是 他们的婚姻 只持续了两年 就离了 婆婆得知后 很平静地说 害人害己 这样的女人 怎么可能过得好 再次离婚后 照行 像是人生 突然开了挂一样 以前创业不顺利的她 公司 突然开始盈利 她换了豪车 到我们离婚的第五年 照行 也算是事业有成了 只是 这些 和我都没有关系 可能是经历了 两段失败的婚姻 照行变了很多 她喜欢 有事没事 就回来看我和女儿 毕竟 她还是女儿的爸爸 婆婆还在帮我 我也不好 和她撕破脸 反正 我就把她当家里的客人 没想到 今年五月初 婆婆突然说 想去省城玩玩 让我和她一起 想着婆婆辛苦 帮我带孩子 平时 我要带她出门 她都闲花钱 我自然愿意 那天是赵航回来接我们去的 对 她已经很淡然了 曾经爱过恨过 现在 她对我 更像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何况 离开她这几年 我活得也挺好的 身材比以前保持得更好 经常练瑜伽 气质也更好 事业上 也做得更好 哪里都如意 所以 我还得感谢她 是她 让我发现 人生 还有另外一种活法 没想到 到了省城 第一天 去景点 完了一上午 中午 赵航开车来接我们 直接 带我们去了一处楼盘 看样子 婆婆也是知道的 到了之后 我问婆婆 为什么来这里 婆婆说 小慧啊 这些年 你对妈的好 妈都看在眼里 我也 得为你们着想 这两年 赵航赚了一点钱 我对她说 过去是她错了 是她对不起你 现在 可以买一套房子 补偿你 这套房子 也是给朵朵的 趁着我还在 我得看着她 把这事做了 本管房子多大 但是 能有个东西在 损好过 她以后把钱 给别的女人和孩子吧 我就认你 这么一个儿媳妇 认朵朵 这么一个孙女 谁知道 我还能活几年呢 赵航也说 当初她答应过 来省城奋斗 买房子 接我和朵朵过来 可惜 直到离婚 她都没能实现 自己的诺言 如今 她事业不错 手里 还有点钱 所以 她来进行 自己的诺言 也是为了 让我和朵朵 以后好过点 何况 朵朵马上 要上小学了 她也得为她着想 说实话 我有点震惊 离婚五年 我的前夫发达了 他要送我一套房 这事 感觉闻所未闻 却真实地 在我身上发生了 到底要不要呢 当然要 结婚离婚 这几年 生活 早已经把我磨练得圆润了 我已经不是当年 那个 不知事事的小姑娘了 手里有钱 或者有房 关键时刻 能让自己的日子 好过点 我干嘛不呢 何况 这些 我都是替我女儿 朵朵先收着 等她长大点 全部都给她 赵行是女儿的爸爸 她买的 干嘛不要 万一 她以后要是再婚 也没空 顾及我和孩子 所以 不用矫情 那天 赵行付款 买了一套 将近90平米的小三居 房子总价 160多万 对口的小学也不错 这个秋天 借着这套房子 我带着女儿 去了省城 她在那里读小学 而我辞职后 重新换了一份工作 只是 婆婆不愿意 跟着我来省城 她说 她老了 朵朵也大了 她要回村里 过自己的日子 我好说歹说 她都不愿意过来 我只好 每个月抽空 带孩子回去看她一次 而赵行呢 自从我们来到省城 她来陪伴女儿的时间增多了 我是乐意看到 她多陪伴孩子的 毕竟 这对女儿来说 也是好事 在她的成长路上 还是需要爸爸的爱的 赵行好几次 跟我提起过复婚 但是 都被我拒绝了 覆水难收 这几年 我一个人的生活 也觉得挺好的 婚姻 是做围城 没进去的时候 觉得城里各种好 甚至羡慕别人的好 当在这个城里 走了那么一遭 发现 也不过如此 所以 也就淡然了 如今 我工作还不错 女儿也省心 闲暇时间 我带孩子出去旅游 学学烘焙 日子 也过得挺开心的 唯一牵挂的 还是婆婆 最近 我正在做她的工作 打算 还是把她接过来 而我爸妈 他们退休了 四处游山玩水 不用我操心 以前 我羡慕别人 两个人的岁月静好 现在 我觉得一个人的岁月静好 也挺好的 一个女人 只要有工作 有自己的爱好 有点精神寄托 也是真的 可以过得很好的 婚姻吧 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 当然 这朵花 有没有毒 还有很多影响因素的 当然 也感谢前夫赠予房子 让我可以带女儿 到省城上学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